A2到C7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定一下 這個叫做 什麼呢 配股數量表 所以其實可以拖欄一下 把這個地方點亮一下 Ctrl C一下 把這個名稱 比較快一些些 打這些字 OK按確定一下 這邊的話數量表也是一樣 Ctrl C一下 把這個範圍 框起來 定一下名稱 這個叫 稅率表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第二步就完成了 就是直接把這個 這些定義一下 所以前面的動作只是在 做這個名稱的定義 以後你們在做動作也是一樣 先把名稱定義出來 再來的話呢 分配股數 以業績 搜尋配股數量表 工作的配股數 以V對股函數來做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怎麼做 其實 這個題目了解 就比較清楚 這太業績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應該分配多少股數 他有多少業績 1450幾萬 對不對 然後他應該 配多少股呢 1000 那應該是 1000這個 所以應該分配多少 35000 那我們當然不可能 每次切過來慢慢去看 所以我們可以用那個VLUK函數 幫我們查 可是呢 問題來了 這個 配股數量表裡面呢 他是以萬元為單位對不對 但是 我們這地方的話呢 是以什麼呢 這個地方 並不是 這個萬元 所以我在查詢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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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 VALUE 要怎麼樣 除以1萬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用插入函數裡面 最近使用過 VLUK函數 接下來的話呢 LUK VALUE 就是他 除以多少 除以1萬 所以特別是一定要除以1萬 否則你會查錯誤 Table array的部分在哪裡呢 按一個什麼呢 F3 然後他這邊有很多 有些已經幫我們定義好了 那個叫什麼 配股數量表 所以配股數量表在這裡 按確定 確定好之後的話呢 Column Column index 要帶回來 是第幾欄呢 123 應該是第3欄 因為 剛剛有看到 123 他印象 OK 那再來的話 邏輯的話應該都 找接近的嘛 應該是1 對不對 應該是 True True 所以你會發現 三萬五千 沒有問題按確定 那你那個分配的配股數就 找到了 接下來的話呢 現金股利 那現金股利應該是多少 我看一下 再來的話 現金股利 以什麼呢 原有這些公式 原有 股數 與分配 股數 總和 所以兩個相加 再除以 總發行股數 乘以 分配盈餘 所以是一個公式 那這部分怎麼做 先做到這裡好了 你們先把前面的部分做完 OK那再來的話 現金股利部分 那剛剛有公式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那個 這邊 等於 IGF3 等於 等於